針對洪秀柱出關 還發表了反省文 仍在中臺灣跑行程的蔡英文 聽到了表示尊重 才剛踏進會場 民進黨總統參選蔡英文 被支持者包圍 一聲聲總統好 讓氣勢熱到最高點 來到中臺灣拼選情 雖然外界認為 選情對蔡英文來說是倒吃甘蔗 不過蔡英文還是堅持 維持自己的步調 而針對國民黨的洪秀柱 在週日宣布結束閉關 還發表自省文章 蔡英文表示給予尊重 反省文我們還沒有時間 去仔細看 基本上我們的態度 還是一樣的 我們尊重洪副院長的思考 跟他對整個選戰的布局 所以我們還是按照我們既定的步驟 來進行這項選戰 蔡英文說不受影響 而提到最近國民黨前主席連戰 前往中國參加閱兵風波未評 連辦還發表公開聲明 表示此行不僅為中華民國 爭取到對等的尊嚴 沒有說出話 更沒有喪權入黨 蔡英文認為 連戰應該給國人一個更清楚的說明 我想他還是要特別去注意 也特別去了解台灣社會普遍的認知 跟這個觀點 那顯然就是說 我們這個台灣社會 大多數人的想法跟 年輕人的認知是有差距的 除了批評連戰背離民意 蔡英文也表示 過去16年 台灣的政治陷入困境 主要的原因就是 總統只領導一半的人往前走 他願意承擔起來 帶領台灣所有人往前走 大選剩下4個多月 面對民調持續領先 蔡英文堅持自己的步調和節奏 力保優勢持續下去 吉爾林健身 賴世傑 台中南投報答